好,那我们上一节课 把我们讲这一部经 还是从佛法的根本义去 还有讲这部经的主要的用心有个定调 那我们现在稍微回顾一下 我们讲到现在 因为我们本质是不大一样 各有不同嫩言本 所以我现在变成,没关系啦 我就尽量讲清楚 听懂就好了,不用想太多 那我们讲到第二卷的中间吧 那我现在先讲一下嫩言经的起头 他都有一个缘起 一个法的生起有他的一个道理在 有他的背景他不会无缘无故 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人 因为我们透过这个三年 如果这样一直走下去 如果没有经过这个三年 我大概不会这样重讲 偶尔走一段稍微回顾一下也好 回顾一下 等于是重新提纲却灵 这样你才不会迷失在这个法相上 那我要讲说一个法生起它会有缘起的 我们今天我们知道道理 但我们的心不一定生得起来 所以我必须要依你的心能生起来 逐步待起 所以我们离开的我们能远的近 我们的心是生不来的 所以我常讲 我们现在修行有很大的问题在意 我们的限量跟比量 限量是我们的经验 但有的人的限量很浅 甚至也很动物性 很动物性的时候 他仅在这种很单纯的限量里面 要给他推演 你跟狗讲你要慈悲 这就没办法了 你给他骨头他可以 因为他的经验就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很多佛法一谈谈到很深 过长过深的比量 比量知道吧 退论 因为他的限量基础太弱 我们如果一个经验很弱的人 他的比量大概就靠近一点 不要讲太深 讲了一下 一比比到很究竟 有听没懂 有懂不会用 那个懂也是半懂 第一个 心开始空洞化了 所以我们在教学当中 其实会很尊重听者的经验 还有会尊重他的思维能力 而不是把你所知的全部塞给他 你这样一塞会断他会命 因为他没意乐心 听得模糊了 听得模糊还好 听不懂最好 因为他不中毒 听以为懂结果错 这才危险 这才危险 他听到自己想一套出来 我这个会有 我有一次在活学院 我就想试看看 为什么我讲两千多年 法变成那么多 所以我上完课就问大家 上一节我们讲什么 大家就写 我拿来看 我有这样说吗 再一个小时就可以编那么多 两千多年快不得都编阳了 才上一节现在写的究竟差太远了 为什么 我常讲有些课 像这种课 其实上网大概看的人 就是比较长学的人 我偶尔去一个地方讲课 话来话去大家听不懂 我就把我讲义盖起来 直接用聊天了 这种人最多听 这种聊天我都不想录的 最流行 因为就直接了 所以其实本人每个人 其实每个人在学习的背景因缘不一样 所以像大众的教学 有大众教学的方便 但也有它的限制 因为它没办法很应急 所以其实真正的教学 它有很多地方在小餐 在很多单独的对谈当中 才能真 我们可以让他提问题 审查他的信念 然后给他印记的说法 因为要尊重他的限量跟比量能力 所以我们在说的时候 一定会开始揣摩 他能认知的沟通点 就是共许法 共许法 从共同认同的这种基础点 来引导他现在还不能认同的 但所有的引发点 必须是他能接受的 这个沟通处 逐步带上来 所以我们修说法 一定会利用缘起 而这个缘起不是空洞的十二缘起 而是现前缘起 而且会善用疲誉 就像这里讲的 智者文法 因欲得解 而这个疲誉必须要 要在他的现实经验上可以的 那这样的话 他的心才生得起来 所以我们都是方便安利 但不得不方便 为什么 或者他的心生不来 这叫所缘缘 对不对 我要给他一个所缘 他的内心才能生出来 所缘的这个缘 他的能缘心才能因所缘而生 就像这里面也讲 心生种种法生 法生种种心生 其实一样道理 只是安安那时候把它解作而已 好 所以我们现在了解这个东西 其实它会很现实 我们现在一直希望把佛法 讲成一个具体可作为的 并不是我们把它世俗化 而是我们把它落到现前缘起 而这个现前缘起其实最容易沟通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很深的道理 但如果善用现前缘起加以比喻 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难懂 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 如果那么容易懂 那现在不是末法时期就正法时期了 那我们现在必须要了解他的整个生起 为什么是这样 所以阿难 我们之前谈的阿难他是一种牺牲 他必须要创造因缘 或许也是他的障碍 这我不知道 这要打电话问阿难到底怎么一回事 但我不知道他怎么样 但至少因为他的展现 让这个法得以成立 因为阿难的关系 很多法都得以成立 所以阿难功德无量 是一个大菩萨 所以阿难当然是因为摩登前尼 那摩登前尼这个因缘起来的时候 佛把它接引进来 那阿难你看在这么多面前出囚 有 要是我们不知道无地之龙 对不对 都是圣者 你看居士一大堆 就是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下次就溜掉了 但阿难何等为法牺牲 假如他的视线 你要知道这种是多么悲心重的人 假如他视线 拿自己的面子见他在地上 让人家这样念 他一路上被骂多少次你看 所以我没想到阿难 我觉得真的是 我们要感恩戴德 真的功德无量 传承的经典 忍入户众 为户持佛陀以当事者 那同时不断忍入户众 异持经典 在诸大地址阿难公德 无量无边 好 那我们现在谈 那火就 你因为你被咒语抓住了 那为什么 火就不谈这个 他就问 那你为什么想修行 因为我看火的三十二项很庄严 我是看到火三十二项很庄严 必有原因 或者我们这种污秽生 怎么不可能像火这种庄严 所以因为我看到火三十二庄严 所以我录道 但你知道他为什么会颠倒 也就是因为看到 他用他的见闻觉知录道 他差点倒霉也是因为见闻觉知 刀之两刃 看要切哪边 是不是 所以他所有的问题出在哪个地方 他其实是录道也是见闻觉知 颠倒也应见闻觉知 他相信他的见闻觉知 所以火在说的时候就 因为这个问题 他点出了一个关键 这是一个 从这个故事事情发生之后 火逐步带入 把我们的关键点点出来 换句话就是说 说出众生为何苦极 所以在经典里面谈 在哪里我现在也 没关系 反正你们本也不大一样 没关系 那我就念了 他说 活说轮回的根源 他讲 这个在刚开始第一卷 你讲 一切众生从无始来 生死相续 皆由不知常住真心 点出根源 常住真心 信尽民体 用诸妄想 慈想不争 故有轮转 是不是这样 那跟照见五蕴结构有什么关系 同一个东西 照见五蕴结构就是 舍诸妄想 是不是 因为慈想不争 故有轮转 那我如果不再颠倒于五蕴 我不执着五蕴为真 我在五蕴当中 能看五蕴真实实相真如 这时候我就不会迷惑在五蕴处 这时候我能知道五蕴的空 它是众元生 而不只以生灭妄想心为真实 因为执着生灭妄想心为真实之后 从此流转 一开头错 后头全错 我们会在很多字幕弄得非常好 但问题更严错 其他就不用谈了 我不是讲说 我在梦中修行 我修得如何慷慨激昂 如此悲壮 我如何诱心于戒定会 修了老半仙只差一个 他把梦当真 从此所有的戒定会都成细论 对不对 你更严于错后头全错 你更严于错你对贪嗔痴的定位错 你对贪嗔痴的定位错 你的戒定会的定位也全错 你所有的戒定会的定位要对 贪嗔痴的定位要对 你必须要了解 这是梦 这一点没有 后头一切绝成细论 所以昨天我们共修 我谈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叫何谓修行 讲了老半天 竟然回头讲修行这两个字 但我们就如上一节讲 我们懂了很多世政情的道理 但却不知道善跟恶 我们不断的在修修修修 我竟然忘了什么叫修行 如果修得用好 我现在最怕的是 我很用心修 我很认真修 只差在我是认假作真 这一生抓着一个达不到的目标 幻想的目标 或是抓一个目标看是对 但因果不相当 一生勤苦修学 原来是一场笑话 会不会这样 很有意思 很可能到最后 没这种道理 魔砖不会沉浸 所以我们讲修行 难道你想修就可以成就 违逼 所以这个他开始从阿难的视线 和说出轮回的根源 所以我们生死相续 无死来生死相续 就是因为不能认得真相 我们把这个真相当作叫做常驻真心 那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真心的意涵 这里面又是妄想 我先打个底 我们就开始寻寻觅觅 我这个真心在哪里 常驻真心 多少人在解读 任言经的时候 把这个常驻真心定出一个具体存在 其实它是非有非空 我们怎么定位 这要弄清楚 或者一旦我们用我们的妄想心 你解的是经典 说的是经典 但解错 这一份妄就是立出一个不是真实的常驻真心 从此依这个自己妄想安慰的常驻真心 照样还是用诸妄想 所以我们今天后面一路辛辛苦苦 就是要辨证出什么叫常驻真心 说常驻真心无 佛陀在佛陀讲一切都 连我们现在众元法 包括桌子 就算他无知性也在啊 一切法善在 怎么会真心不存在 然后那我们就讲真心存在 说他无错 说他有错 那倒是要不能说 这叫笨 不学还好 学到最后什么定位都定不出来 只能不可说不可说 脱离现实 不能面对自己身心 有处如何说有 无处如何说无 这次我们讲辩中辩论刚完的时候 他有一个叫 不动舞蹈 就有点像金刚金讲如如不动 他什么道理 世间有没有 以有处说有 以无处说无 以如患有当中 如是如是有 且不颠倒 且不会说他无 以无处皆无 不能说他有 以有处不捡过 以有处不捡过 以无处不争过 就是以有处不会说没有 所以我不会把它乱剪掉 以无处我不会乱争 无处却说有 以有无了了分明 这叫做无倒 不会颠倒 如如不斗 而不会说有处不敢说有 无处不敢说无 然后用一个会讲讲话 不可说不可说 非有非无 这就很麻烦了 所以有人讲说 你都已经学中观了 为什么还要念我 我不是之前跟他讲 碰到这种人 其实很好对峙 先不要打架子 不要惊绕他 就跟他借很多钱 借完钱拿到手 再跟他讲 能借所借不可得 他马上醒来 他过堂吃饭的时候 你把他饭拿走 能知所知 鸡根饱 借不可得 因为你有这么修行 所以我们又省了一碗饭 太好了 盼他能熬几天 乱讲一道 学到这样 比一般世间人还愚次 是不是 这种人一上台 众生皆颠倒 为什么 哪有这种事 脱离前世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说 我们今天有说 即便我们依着经典 你看在这个 我们刚开始在第一卷 这张当中 阿难多少是依经典说 但经常是误解 所以不要忽略 当初这个中间过程 如何如何不断的在辩解 其实他就对于你的心 不是吗 所以你不要掉入文字 你应该拿到现实 跟你现实经验搭着看 你说不用 那你叫阿易 阿难都颠倒了 你这个阿易 那你不用颠倒 你太厉害 你叫阿易 不是 你更难 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 你现在在 佛在引导 你必须要贴着你现实去思考 因为阿难是用它现实 就是我们现在的习惯 用它现在的认知心 在发心修学 且因为用这样的认知心 才受这个咒语的束缚 那请问你现在用什么心去学佛 你不跟阿难走同样的路 真心 何谓真心 那这个道理是不是 一样的道理 当我不再迷的这一份心 是不是真心 我常举例 我做梦的心 是不是就是靠它心来 我的梦心有没有离开 我的心来的心 其实没有离开 只是因为它做梦 我把做梦心一砍掉 我连行的机会都没有 来来去去当中 是不是还有一个 能让我们依靠的 这个依靠的东西 是不是固定的体 我们必须要加以抉择 所以我们经常随着禁在流转 我们可以不是靠这个心 这个心能不能靠 我不靠它我怎么修 是不是 像我们不是有的人讲 我也是讲 愣眼睛 舍事用根 我刚好没这种事喔 舍事用根 唯心所限 舍掉事根怎么生 没有那个舍事用根 我们舍事用根之后修行无路 为什么 我们现在就是用我们的妄想事在修的 但如果利用妄想事就继续轮回 不用妄想事连下手都没有 那怎么用 你能离开这个颠倒心 离开这个颠倒心你没得修 顺着颠倒心继续颠倒 那请问怎么修 阿难用这个心出家修学 用这个心差点轮回 如何修 所以火就在这个妄想心当中 让你这个是吧 开始去无存经找到真实所依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也同样 我们现在道理是阿难 那现在也是一样阿 我如果一直用这个妄想心 你不觉得你的修学上进进退退 进进退退 找不到一的地方 为什么 你的亲近就是你的来物 你现在修的亲近 其实也感应了懒物 不是吗 你的亲近感应你的懒物 为什么你这个亲近 只是在某个一的亲近 却在这个亲近当中另有爱着 所以所有一切功德还是回向自我 不是吗 一切功德到最后 不过是增加了更多的我 我所而已 所以如果看不到这一点 如果看不到坏苦 这个苦苦坏苦 看不到行苦 这个修到最后 全部会回到最后的那一份子去 所以佛法的根源像般若 他不 他就不啰嗦 谈什么 谈苦苦 坏苦 他直接谈 照见无因结果 因为他是根源主 所以我们谈的是根源主 好 所以我要讲说 这个点 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 金刚经 你听完金刚经 你必须能回答 须菩提所问的话 就算你不回答 你也知道 须菩提带你问 果陀以答案 你有没有得到答案 从此之后 行菩萨道 因云和柱 因何相互其心 知不知道 知道金刚经结束 是不是 那我嫩言经 听完了以后 我们必须要知道 什么叫常住真心 什么叫用住妄想 什么叫永断轮回 是不是你可以用嫩言经 解释四圣地 他有没有离开 没有啊 他有没有 他有四圣地啊 是吧 我们用金刚经 能不能解释四圣地 我们用心经 能不能解释四圣地 都可以 他本来就是四圣地 所以当我们把所有佛法 全部汇在同一个点上的时候 你的知见越来越亲近 而且 不用辛苦 学这个还要学那个 学那个还要学这个 不是啊 他就是不二法门 不是吗 好 拜拜 我们刚才有稍微提过 因为阿难他迷惑 所以火 希望他好有用心 他讲说 如果你真想要真发明信啊 知道这个常驻真心啊 应当执心愁我所问 所以学佛人要很执心 所以执心在哪里 就像我这样常讲金刚经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守者相 到底有没有 有啊 总会没有 没有我跟谁讲话 明明有啊 那没有没有那个装呆 有啦 有啊 总会没有 对不对 有我相 有我啊 人相 都有都有 总会没有 所以第一个 我必须先接受 我眼前看到的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我承认啊 再过来 我进一步 那这个我相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有我相 真的有 可是也真没有 你不觉得你不需要扭曲 有没有我相 有 但我却找不到 有我相的真实所依 所以就若见诸相 非相 者见入来 有没有我相 有 有没有三十二相 有 若以色见我 应生求我 世人行邪道 是不是 不能见入来 但有没有三十二相 有 或者断灭 金刚经验这么说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很如实的去 接纳 包括我的烦恼 我必须要接受 我必须针对现前的这一份烦恼因缘 这个痛苦因缘 作为我入手出 我这一份深受心法 正是我轮回根源 但我离开深受心法 我不得解脱 我这五蕴让我轮回 不照见五蕴 我无法度一切苦恶 不就这样吗 这就是修行的现实 记得 好 所以我们要执心的时候 就是说 有则有 无则无 你不要扭曲 这是修道人应该有的态度 这中间不是说 我很执心 你叫狂妄任性 不叫执心 我们很多人认为是 我很执 不是你很 你很白 白眼 白目 不是那个叫执 不是乱讲那个执 这个执里面它不扭曲 它很真实 所以这里面他点出另外一个学佛 学法的态度 要怎么样 应当执心 应当执心 那我怎么问他 所以作为师长在引导 他也很乐意 你问 你只要如实问 除非你不如实问 你有外居心 为了对峙你的那种不当的心 我不回答 或是用别的方式对峙 但只要你真有疑问 你真有心 那我应当 传道授业解惑也 好 所以我们现在刚才已经听到 阿难依他的妄想心入道 也因他的妄想心 而被咒一首圈 这时候 佛佑说 如如所说 真所爱乐 因于心目 因为佛佑说 就再次问他 你为什么要出家 我眼睛 我的心 我的眼看到如来 所以我出家 但同样问题 我因他而沦沦 差点遭殃 所以佛佑说 正如你所说 真所爱乐 你所爱乐 是因为 因于心目 因于我的心 我的目 眼睛 若不是心目所在 不是知 如果你不认识 你的心目所在 则不能得 不能得 降虎成老 你如果不了解这个东西 你现在是靠他 你的心 你的心 你的目 但你却不认识 这个心目的真相的时候 你就会被他骗 虽然他也可以为善 但他可以为恶 但这个善 最多也不过是有肉善 他不会究竟的 所以你现在 所有问题 阿难出在什么问题 心目 见闻觉知 这里面说出什么道理 这里面是不是应该 已经找点出修行的方法 我们不断在修学 你有没有在留意你的见闻觉知 我们整个心往外追寻 但从不好好认识自己 这就是修行颠倒的地方 叫做被觉合成 你看不到你的问题 你不大认识 我们现在这样 你看啊 我们这个修行跟阿难是不是很像 我们充分相信的我的见闻觉知 利用见闻觉知 我不断在追求圣道 所有关键 所有关键 且出在你把见闻觉知看错 源头一错 轮回 从此而生 任你就在圣道门当中 依然轮回 是不是这样 这不是很有道理 那请问 你对你的见是怎么认知的 你怎么认知你的见闻觉知 在修行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地方 都会会到这个点上 所以修行人到最后 他会有一个特色 就像维世说的 当我发觉进不实在的时候 我会进一步看新的不实在 所以修行人走到最后 他会把很多问题一直减略 因为他会抓源头 到最后问题会放在自己身上 因为那个是从这里生出去的 勤贼勤王 所以我在讲说 路如果依然言经的道理 那就看我们到底有没有下队真功夫 当我们还是寻寻觅觅觅的 寻求三宝加持的时候 我就说 你不是如梭修行者 我心经已经跟你讲了 照见无人结果你就不知道 那你说哎哟我怎么还有苦 我也不知道 唯一的路就在这里 你就不找他 你一直寻寻觅觅 巴结果你要慈悲了 我说哎哟碰到女儿 实在没办法 你要讲水啊 你要慈悲哦 让我解渴 水连回答都不回答 你喝了就是 所以这个东西就像说 他所有的问题到最后一个修行 到最后他会回归到自我身心的观照 而这个观照还有一个 他不是呆呆的观照 他有角度的 他会怎么去看到这个 所以后面的角度就开始讲啊 你说你的心 你的心在哪里 你一直想要肯定它 你跟我讲肯定在哪里 所以七处真心 真的到半天没半个东西在哪里 你竟然对一个 你都不能确定它的存在 却信以为是 而靠它不断的什么 妄想 以此虚假为真 从此这个妄想 一路到底皆错误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修行 是不是也同样还在走劳路 这就是很值得提 还行的 所以当这个道理 站在 那个眼睛的立场来看 那什么叫以身善 什么叫卫生善 什么叫以身恶 叫卫生恶 如果你不能了解你的心目 这叫做卫生善 继续执着你的心目 叫以身恶 继续照做这个卫生的 以后还卫生 叫做卫生恶 不是吗 那源头在这里啊 所以我们今天学的心 这个嫩眼睛 我们是不是应该 给我们自己的修行 找到一个 基本的定调定位 我这样修行 不是又跑到旁边去了 所以我们要讲 但站在这个点上 有时候我们百般的辛苦 你为什么不歇及菩提 后面讲的 狂心顿歇 歇及菩提 那歇啊 你歇看看啊 你强要歇 不用啊 是你不认得它 它才一直狂心 就像原解禁讲 知患即离 离患即绝 关键在哪里 知 心经关键在哪里 照见 而现在所有的教学 这叫戏论不是 它要你真知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道理扭曲了 或是开始把它弄到 跟我们现实自我观照 脱离的时候 弄眼睛 会浪费我们很多时间 因为它太长了 而且弄了老板天 这个幸福气躁 因为它在讲什么啊 所以不希望说我讲的老板天 增加大家的痛苦 已经够苦了 本事同根生相间和台积 你们请我来虐待你们 这不能怪我 所以我们也需要知道 这个源头在哪里 如果你不了解 若不是知心目所在 则不能得降虎成老 这时候点点点 始如流转心目为旧 问题在哪里 让你流转就是你这个信 你现在知道了吗 你阿难因为这样路道 但竟然没用 你就算再听再多 其实阿难它是一个事件 它是很多文的 但问题它始终相信它的心目 它所学的话 并不是去认知 它的心目是如何 是长得什么样子 处在何处 所有的多文 不能成就它的道业 所以我不是讲 刚才我一点 其实它都一样了 我们不可以连结 也是如此 我们有结 阿难是不是结 但它的结脱离了现实 所以它的心跟它无关 所以不起作用 所以你不如始如流转心目为旧 这刚好就是你的事件 你现在这个法会因你而起 关键就在此处 好 那我们就来看了 你说你的心 因为它阿难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肯定这个心 然后从此开始用诸妄想开始追 因为它不能在这个妄想心当中 看到真相 然后就把这个妄想心的 这一份流转不安的心 把它当作我 从此之后 这个问题就一直在这里流转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找咯 七处真心里面它谈 第一个 那你这个认知心目是在哪里 它现在讲在里面 好 在里面 不然在哪里 现在我们发觉心目找了老半天 你看咯 我们七处真心该找的都找 所以之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七处代表什么 代表一切处 这个七处找不到赢在第八 哇 碰到你这么笨的 我还没办法叫咯 那不在八 九 阿弥陀佛 我还没解脱看到你我会先轮回 是不是 七代表你能找到的地方都找 换句话说 一切处寻心不可得 是不是这样 可是刚才我们不是有讲过 现在就是 由不知常驻真心 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是在找 那我们找没得找 我们只好用这个忘心 我们先找到忘心 再来找真心 那忘心不可得 那真心在不在 那你要找 那你要找 你找忘心不可得 跟找真心 还不是同样的问题 你真心在哪里 你不觉得 当忘心不可得的时候 就是真心 设受想行事 是不是里面包括心 当不可得的时候 这叫脖子 什么叫真心 当我欺触真心 我不再认知这一份 妄想心为真 为死的这一份觉悟 是不是就是真心 得来全不会公布 全不会公布 那我们先点到这一点 否则你在这个妄想心 另外再求一个真心 跟你在追求妄想心为存在 是不是落到同一个问题上 所以前面虽点出 如果你不知常处真心 你千万不要奔到 幼境外去找一个常处真心 你这样的寻求一个常处真心 跟你肯定一个妄想心 其实换了同样的过失 所以我先把这样的连结 你这样比较能清楚 或者的话 勾腰尾巴 丢了这个值这个 多了这个值这个 你一辈子还是在哪里绕 所以我特别点出这一点 我们的心在里面 我们也都认为在里面 他说你认识的心在里面 那你这个心要认识外面 是不是要先看到里面 现在我要看外面 是不是先看到里面 我哪有里面没看 要看外面的 那你的心 你的认知心在里头 你要看外面的镜子 是应该看到五张六弧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到 没有那你怎么在里面 对哦 那里面在哪里 如果在里面 理所当然 应该能看到五张 但你看不到啊 那你说在里 你在哪里 我今天要你放下执着 都是用你的经验 我今天打掉你是用你的经验 火定你自己 你说在里面 却又不在里面 那到底在里面应该 他都能看外 怎么会内看不到 那如果自己在里面的 最靠近的 就像我能看在窗外的东西 只有窗内的我看不到 你仍在窗内呢 那你说你看得到窗外 你就不会很奇怪 对哦 可是还在 只是我现在发觉 内有问题 我不是讲中论 其实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方法就是 我们现在经常 因为不能如理思维 所以顺着过去的执着 加上现在不如理思维 我们叫做 我们在《言人切法》里面 有谈到 不能如理作意 不能正思维 所以我们的颠倒心 会不断在滋润我们的颠倒 我们的颠倒会不断在滋润 生死会一直在真正的 为什么你一直在转 那我现在 虽然你不能真正体会 但你发觉你对你的执着 开始疑惑的时候 你的烦恼是不是松一点 这个人我很信任 现在我不敢说完全火定他 但我对他有所保留 是不是他的变化 比较不会伤到我 因为我有保留了 当我看到栏杆 我保留 怕这个栏杆有坏掉 会掉到悬崖 所以我抓着栏杆 但我没将我的全部身心的重量 移在栏杆 所以突然栏杆断了 我会不会掉下去 不会 因为我没有将整个重心移在栏杆上 如果我知道他是无常无我 他是苦的 我会不会信受 不会信受 不会信受 我会不会随他转 不会随他转 不会随他转 会不会因此起完老 不会 源头在这里 是不是 所以我现在还没得到答案 但至少这个东西我保留 你知道这么一点保留 它再影响你就弱很多了 你不要看佛法 我学了老半天 因为你学的都是 你学这个纸那边 绕来绕去 所有纸都没离开 可是如果你如实学的时候 虽然不能顿断一切烦恼 但你其实可以再摇动它 你对世间法本来是信誓旦旦 引以为真 现在却有所保留 这个就很有意义了 这个保留 不是人跟我讲无常苦工 我就对它保留 而是我在道理上 真的依着现实看到它无常苦工 所以我的保留 不是谁命令我 而是我看到真的不可信受 光这一份绝造心 就断掉多少生死呢 这个就是修行的意义 所以你说在内不可能 那说在外 那在外其实更离谱了 我们大概不会 因为阿难他其实 他也我想大家 我们也不会认为 我们的认识心在外套吧 但为什么他要讲 如果我没有讲在外 你会认为我破的不彻底 所以我该破的全部让你破 所以阿难也讲 那是不是在外 所以阿难在这时候是有装奔 为了让佛法圆满 所以内不然就外 他说外 那外的话跟你生有什么关系 我的认识心在外面回来回去认知 跟我这个人没关 那不是脱离掉了吗 所以说如果你认为你的认识心在身外的话 身跟心变成脱节掉了 我的心在怎么认知跟我这个身体有什么关系 不可能 所以他有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 第一个在内觉得有问题 在外不合理 我们的身心是结合在一块 怎么会我的心跟我的身无关 他自己在外面飘浮的乱认识一通 而他认识的竟然不能告诉我身 不是这样吧 这个是背离你的经验的 所以第一个 内不对 外是不是也不对 那看你要找哪里的 内外都没有了 那我们现在时间准备就到 好 那我们不在内不在外 那我们在哪里 在我们的根处 根处他就举那个用琉璃碗 琉璃碗 就在根 但这个琉璃碗我可以帮助我看外 但不能看内 因为他必须要 不能跟身心脱节 所以要在里头 但又不能太理 太理的话就要负责看五脏 所以他要回避那个内跟外的问题 他就跑出一个在根 那你总不能找我麻烦的嘛 但是要此生彼生 就能让你此灭彼灭 所以我们不要背这个东西 其实因为如果你了解真实意的时候 你所有在世间法 你看你怎么生 我就能如何灭你 你不要去背这个七处啦 不过这个是帮助你建议抉择力啦 但你不要硬背 你背不完啦 你应该知道 因为如果我硬要在一切缘起处 执着一个真法 这是不是错 我们现在知道 一旦是缘起了 一旦是缘起了 就不会有字体存在了 借在缘起当中 执着有字体 我一开始就知道你错 因为他现在在找字体吧 他要找这个字体在内或在外 他就要找 他想尽办法给他一个位置 但我们其实如果了解佛法 如果我们那眼睛读完了以后 你只要在缘起处想要找一个真法 我就知道你的错 那怎么破你 就看你怎么证明他存在 当你在不断证明他存在的时候 就告诉我他如何破他 你听到吗 他是如何如何存在 那就是告诉我 因为如何如何他不存在 你要学这个 或者你要背背不完 那个这个辨证的东西太多 此生彼生 当然就是此灭彼灭 我为他举出十个理由说他存在 我知道他不存在 他偏偏讲十个理由 那我就拿这十个理由一一破你 所以世间人找好多理由 对脑筋清楚的 你尽量找 我先睡个觉 你找 找完了给我 刚好我就利用你找的来破你 因为你是这么此生 我就让他自灭 这是缘起法的妙用 所以他不会颠倒 而且轻松自在 不用刻意准备刀剑去砍人 你让他自己砍就可以了 为什么 本不可得 不需要舍也不需要破 他妄想 妄想是因此生 就会因此灭 这就是一个抉择的智慧 不是吗 或者的话你要一直不断的意思 基本上去记忆这个东西要破 不用 当你不断思维这个变破的方式的时候 你得到的也是一种 从缘起处就无自信的道理 所以你怎么缘起 怎么谈缘起 而你只有一条路 一旦谈缘起就不能执着他为自体 你到最后一定会走这条路 就是唯一路而已 你一旦在缘起当中执着他有 那就错了 而且错就从你的缘起处开始当 好 所以我们要讲说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 这个事情是在我们眼根 因为他要回避 不需要在这根处嘛 就在这个眼球这边 那我就不用护着跨内 但我还要护着看外 他很聪明就回避掉了 好 但问题是说 但你能看外的时候 那个琉璃碗是不是就像眼镜 你要看外是不是要先看到眼镜 我看他外没看到眼镜 会有这种事吗 所以我们看到外面的时候 始终戴着眼球 我们看东东 就有个眼球在那里 为什么 因为他一定要透过眼球出去嘛 因为那个琉璃碗 是不是这样 他的认识心在琉璃碗后头 所以他的认识心要看外 经过琉璃碗的时候 其实这个琉璃碗就是 就像我们的眼球嘛 所以你能透过琉璃碗看到东西 一定要先看到琉璃碗嘛 所以你如果你的认知心 在你的眼根的时候 看出去的时候要先看到眼球 你有吗 没有 那你怎么会说在那里 我也是用现实 也是用你能理解的在破你 所以活法在破有没有另外找一个 你无法认知的理由 让你的乖乖的听 没有 他能破的就是你能接受的 那破到哪里 他如果不行你就往下再沉 他很笨你就继续跟着下来 他很高你就有的就一直上去 就是不多说其他直接说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知道 这些我们已经知道 共识不许多谈 所以到最后修行人到最后 直接就更远处在谈 但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 就必须从抽象的东西 慢慢降到经验 降到眼前眼耳鼻舌生意的经验上去谈 所以我们现在修行一直都希望 我不是我常讲就是说 我们要往生进土 那我们要讲说怎么去怎么去 我怎么确定我的心是真的 我说你就比较一下 所以我这样举例 我从金门当兵要退伍的时候 我就很欢喜 那会不会说睡觉起来会不欢喜 不会喔 那要不要拿念词不会喔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只要想到要退伍就好高显 那为什么我们想到往生进土不会高显 这中间差别在哪里 我家真的存在 我家真的存在 进土到底有没有 我还有 question mark 那就把它弄清楚 这个确不确定 关系到你的心能不能信了 所以你如果发觉 你在念果当中必须很努力 是不是这中间有性的问题 是不是这中间有性的问题 除了我们很多障碍 对 障碍当然有 就不多说 但主要的障碍点在哪里 我金门在好 好不过我家 我家好真的在 从此一笔 两方一抉择 一心不乱 早点退伍好 从此之后 跟人家吃喝 都不动摇我回家的心 不是吗 你怎么还在喝 你还不赶快念 不然你怎么回家 我要念吗 最近有一位法师往生 真实往生 他就讲说 不用住念 我四点上完课回去 你们不用跟我住念 时间到我上课就回去了 为什么 就算我上课都没有想到 四点要回去金刚四 但我的心已决定 其实念字再字 从没动摇过 但我嘴巴没说 为什么 因为它是事实 我心已决定 一心不乱 欲知识字 四点之后回去 那你的念我 怎么跟这个差那么多 你衡量一下 中间缘起差在哪里 你如果用现实 我说说要用现实 你用现实心 你会看到很多 修学佛法的要领 脱离现实 你会不断做梦 而且即便不断的自我要求 你都会不安 为什么 还是没有给过实际的道理 所以我讲到苦是很现实 血火是很抽象 碰到一块 抽象了怎么去面对现实 是不是 时间到了 好 那我们就 早上到此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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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